4月17日,记者来到销售漏油奔驰汽车的4S点发现,其已暂停新车销售业务,暂停全部清空,现场有车主前来询问退还金融服务费的事宜。 近日,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及收取金融服务费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据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透露,4月16日晚,奔驰车事件女车主和西安立志兴汽车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内容包括更换同款的奔驰新车,但依旧是以贷款的方式购买,对该车主此前支付的1万余元金融服务费全额退款,赠送该车主10年一对一的VIP服务等。 此外,奢市车辆有关质量问题已进入鉴定程序。 4月17日,记者在奢市奔驰CS店门口看到,门上贴着暂停新车销售业务的通知,暂停已没有新车展示,只有售货和维修部还正常运行。 烈日当头,在CS店门口聚集了数十位前来咨询退还金融服务费问题的车主。 过来就是不是上次那个事情嘛,然后我查了一下我也有那个金融服务费3000,然后还有个押金1500,然后还有个上牌费1500,还有一个三年的必须在他这买保险有个押金3000,然后我过来咨询一下这个事情,看怎么处理。 西安市场监管部门4月16日称,将对全市汽车销售企业经营行为中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及不正当竞争问题展开整治,包括限定办理指定金融贷款等。 我们希望是把这个金融服务费还有这个所谓的抵押1500,也不知道什么费用能给我们退回来,主要就是这个,因为而且我们买的时候,你看它上面那个盖的章子,也不是荔枝兴的,也没有发票,什么都没有,那你收这个钱莫名其妙,我们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钱退回来。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表示,为大力规范汽车消费领域乱象,全省开展汽车消费领域专项执法行动,对涉嫌欺诈消费,涉嫌强制性消费,涉嫌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等行为进行查处,专项执法行动将历时两个月。